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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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梁叔叔他是好人 替咱们陆家 替咱们月华 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只是现在你看到了 事情都这样了 那我觉得 这 这 这说不定他真的是幕后指使 那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不会的 一定是你爸爸搞错了 不会的 不会是你爸爸搞错了 万良不会那么坏的 他就是想占点小便宜 重中捞点钱 不会害我们陆家的儿子 不会的 真的不会害我们陆家的 妈 你不要总是把人想那么好 你说这事到最后吃亏的是谁 是怎么呀 可是毕竟 毕竟我们家欠他们家一条人命 都是妈妈的错 家童那么小 梁峰那么小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都是妈妈的错 好了 好了 咱们不要再说这个了 就算抛开这些不提 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愿意 得罪你梁叔叔吗 为什么呀 假如说你真的和你梁叔叔闹翻了 你爸爸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 就会毁于一旦 你知道这其中的严重性吗 我当然知道这事有多严重啊 只是 你想想 这件事情到最后 得意的是谁呀 还是梁叔叔 吃亏的还是咱们呀 再聪明的人他也会犯错误 也会过过荒芜的生活 但是又能证明什么呢 我们可以被原谅 可以被理解 但是那些记忆永远永远都抹不去 他永远都在我的脑海里 只有经历过挫折的人 才知道对的那个人是谁 你说什么 你爸爸也有错的时候 可是我没有骗点任何人 我只是希望他们两兄弟 不要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今次而已 乖啊 一 三 三 三 二 一 三 聪儿 怎么样啊 院长他还是没有告诉我 没关系啊 我决定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他都不说 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又何必一直追问下去呢 所以我决定 把这份感激放在心里 把这份爱 传递下去 聪儿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不管你之前是怎么样的 不过从今天开始 我和我哥就是你的亲人 好不好 我好开心啊 开心吗 开心 真好 哥 你都去哪儿了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哥 你干嘛这么凶啊 而且不是你说的 让我都出去走走吗 那你得要告诉我你去哪儿啊 我担心得找半天没找着 你不能事先告诉我一下吗 家豪 你先别着急 今天正好赶上我休假 所以我就带家童 你不是要带他到渔村去吧 我 这 这事情都没解决 你们两个单独出去 很危险的 万一人家把你们抓了怎么办啊 你说 说呀 我们去的不是渔村 我们去的是孤儿院 你们去孤儿院干嘛 你带他去孤儿院 孤儿院都是陌生人 他又不认识 那些人身世背景都 不确定如果刺激了他怎么办啊 家总对不起啊 是我没有考虑周到 不应该让你跟陌生人接触 我先走了 拜拜 聪儿 哥 你干嘛呀这是 你今天吃枪药了 我 我怎么知道我干嘛了 反正今天心情很不好 你太自私了 哥 你自己心情不好 就把气撒在我们身上 我们今天去孤儿院 是想了解他的身世 他的身世 他是孤儿 我今天还跟他说 会给他家人一样的关爱 你现在去把人家骂跑了 你真是太坏了 我不喜欢你了 林聪儿 我特地跑过来 是想跟你道歉的 对不起 你又没有错 你道什么歉啊 不是 是 我 原来根本不知道 你的身世背景是这样的 我不是故意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早知道是这样 我早就问你了 对啊 不是你从来都没有问过 那我以后 多问问你 问清楚一点 行了吧 没关系 不问挺好的 别这样了 反正 你是我女朋友嘛 我以后多关心你就是了 我正在想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真的是你的女朋友吗 我有时候真的想不清楚 我们两个人 到底之间是什么关系 就好比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比友情多一点 但是又比爱情少一点 我 我真的搞不懂 我想 可能还是我们两个人 不太熟识吧 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每一个人 都是活在自己想象当中的 真的 就好比拿你来说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你从一开始到现在 到底喜欢我什么 不是你觉得爱情这件事情 真的是能解释的吗 你觉得所有的行为 都可以 都可以 用方法去分析理解的呀 那就不叫爱情了 如果是真正的爱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能去理解的 但是你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 真的有爱情吗 我很庆幸今天 家童和你可以让我看到 很现实的一面 就是 我们两个人生活的是 颠倒世界的两个极端哪 我呢 是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孤儿 你呢 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 幸福家庭中的富二代 我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配不上你 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 会有什么灰姑娘的故事 请你相信我是对你真心诚意 我是真心地去爱你 那如果你真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的家是背景是个 要考虑的问题的话 没问题 这些我都可以不要 干吗呀 干吗要这样做呢 干吗要这么委屈你自己呢 不委屈啊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为了你 我家里的那些家业 钱啊什么的我都可以不要 因为你什么都不缺 所以你当然可以体会不到 那些不要以后带来的痛苦 或者说 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面对幸福的时候 你的恐惧感是什么样子的 就好比说 你拿了一个 你拿了一个水晶球 你很喜欢它 你很爱它 但是你越喜欢它 越爱它你就会 你就会担心它 会不会有一天会碎掉 是我承认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一旦爱上之后 我就会失去 就像我的父母一样 我会失去他们 明不明白 你怎么那么傻呀 害怕失去 所以你就没有勇气 去追寻你自己想要的了 是吧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真心诚意地对你的 我一早就认定了 你就是我这一辈子 唯一 会爱的女人 什么表情啊 你就不能用你平时 就顶撞我的那种态度 那 那种力量 去好好地爱我吗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会很好的 会很幸福的 可以吗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手机想看一下吗 为什么你的手机 总是在那么重要的时候 突然间就响了 看完以后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 总是在这么重要的关头上 你又怎么了 要不要做得好 我都不打算 你为什么你和我 都不打算 你怎么这么重要的 你不打算 我跟这个人有点 你不是什么 你不打算 我只能招待 我哪里 你不打算 我再招待 我什么 我家人 我家人 你不打算 我家人 你不打算 我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 梁峰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今天你请假 原来是跟陆娇昊在一会儿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朋友关系啊 男女朋友 这个我好像没有必要跟你说吧 聪儿 你是个聪明人 有些事情不用我提醒你吧 陆家昊她不适合你 你都没有发现吗 为什么 你想想 她是一个身家上帝的花花公子 什么样的女人她没见过 什么样的新鲜感她都愿意去尝试 但是 如果有一天 这些新鲜感都没有了 她这个人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这就是有钱人的爱情观 所以你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这些假象给蒙蔽了 我先回家了 我刚才说的天你听见没有啊 我刚才说的天你听见没有啊 大嫂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 我曾经告诉我自己 永远都不想和你单独再见 你和天明一起 经营着月花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连我的儿子都不肯相信你们 就在刚才医院里面 我差一点就和我儿子闹翻 都是因为你 果然 你儿子也认为我对不起你们陆家对吗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我儿子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 为了公司的利益发展 做到了尽心尽力 我还要这么尽心尽力 全市酒店业的人都知道 只有月华的总经理梁焕良 没有私人秘书 没有专职司机 说白了 是你儿子想独揽月华大军 趁着他父亲现在在医院没法控制 想把我这个老东西早点赶走罢了 焕良 你现在做事真的很过分 你是指我跟天明吵架的事 天明是公司的董事长 又是我的丈夫 难道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 迁就 二十多年来我哪一件事情不迁就他 我告诉你 他在怀疑我 甚至派人跟踪调查我 这事遇上你 你能不着急吗 我们两家 真的是患烂与共才走到了现在 你 是我好朋友的老公 他也是因为救了家童才死的 他死以后 我真的是把你 把你的儿子当成我的亲人来看待 我真不想到 我们两家 以后会走到 随后不相容的地步 要是天明和你儿子能这么想我们的 那就好了 天明那儿我可以去做工作了 但是你 你也应该要检点一下你自己的行为才是 我做什么了 我做什么了 梁还梁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罗艾女士 今天我能到这儿来跟你单独见面 听你这么训练我 是因为我是个怀疚的人 我记得当年我们是一条船长 不过我要提醒你 你跟陆天明有今天的日子 没有坍塌是因为我 沈老三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 那就是一条贪婪的疯狗 是我在拦着他 你跟陆天明有今天的日子 所以 你该提醒你的丈夫 尤其是你的儿子 别得寸矜持地逼我 真要有一天把我逼击了 沈老三我不管了 就你丈夫现在这个身子吧 沈老三要是出现了 会是什么结果 我不敢想 好 好 请问 糊了 又糊了 陆太太 你看看下面这些牌 你怎么能点这个给她呢 就是 快 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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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来 来 洗吧 洗 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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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太太 怎么样 手机怎么这么背啊 从所老到现在都没胡两把 去 去玩玩玩玩玩玩 这不太好吧 没事啊 你那翻本了 把钱给我就行 那 谢谢了 有这么多吗 这上面张张都有你的欠赞 应该什么时候把钱给还了 这 这到底有多少 没多少啦 九十多万 什么 九 九十多万 我哪里这么多钱还 你什么意思啊 不打算还钱了是不是 好 我现在找你老公要去 三哥 三哥 我求你了 三哥 哎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在干嘛 你干嘛 她是我大嫂 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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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正好 你一定要救救我 行 没事 大嫂 这是一份 承包装修工程的合理 你否则签字盖章 我就可以去财务部领钱 什么 你要我签假合育骗替你 大嫂 总不能让你老公知道这件事吧 签了吧 好 哥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你刚才跑去哪里了 是你跟我说让我去找聪儿的 那我当然送人回家了 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说呀 刚才我有去找你们 可是发现你们都不见了 然后我却看到了 看到什么 我看到了 梁叔叔板着一张脸生气的跑了 妈妈躲在公园里哭 那妈现在在哪儿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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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叔叔板着一张脸生气的跑了 妈妈躲在公园里哭 梁慌良 怎么了 有种惹哭我妈 没种下来是吗 你对我妈做了些什么呀 为什么你要把她弄哭 为什么要把她弄哭 有种骚扰我妈 没种下来是吧 你别以为你躲起来就行了 给我下来 梁慌良 没种下来呀 别躲在里头 给我出来 陆家昊 你大呼小叫的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事跟你没关系 把你爸叫下来吧 他不在 你少来骗我 他不在 不可能 我为什么要骗你 我现在说什么话你都不信是吧 你到底找了什么事 好 我相信你 你爸不在就当是我来错了 那请你转告他 不要再骚扰我妈了 你说什么 什么叫我爸骚扰你妈 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最好自己 回去好好地问问他 不说是吧 过去我们是无话不谈 现在呢 无话可说 你不把我当兄弟就算了 还大呼小叫地 跑到我们家来找我爸的事 你把我们家当成什么了 这是你爸告诉你的吧 那你爸有没有告诉你 他怎么对我们月华 他怎么对我爸 你想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呀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好兄弟 我不想看见今天这事 发展成这样 算了吧 可是你已经这样对我爸了 我能置身实外 那你爸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你还站在他那边吗 你还相信他吗 没错 因为我是他的儿子 他不论做了什么事情 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 可是血脉清清改不了 我对你很失望 你站住 林聪儿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之间的事 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你跟他很熟吗 因为他是我看上的女人 你以后给我离他远一点 你看上的女人 人家有没有看上你呀 你说什么 你喝醉了 我没有醉 你干嘛装疯卖傻呀 我没有装疯卖傻 我干嘛要装疯卖傻 你不会不了解我陆家浩吧 从小到大 我要的任何东西 我都一定能得到 是 是 是 你说得没错 从小到大 你都是要疯得疯 要语得语 你要的东西啊 别人都不可以跟你抢 是吧 什么狗屁兄弟呀 还携手打天下 都他妈是骗人的鬼话 我是什么 在你心里 我就是一条狗啊 你高兴就扔块骨头 不高兴就踹几脚 是吧 还兄弟 太可笑了 你瞪我干嘛 我说的不对吗 陆家浩我警告你 从今以后 你给我离林聪儿远一点 因为他以后是我的女人 因为他以后是我的女人 走了半个小时了 他说他不想在医院待下去了 叶医生已经答应他出院了 谢谢 行 夫妇 这儿 这儿 坐 你脸怎么了 你脸怎么了 没什么 陆家浩去家里找你 我们俩吵了一架 你们都多大了 什么事还动手了 我看看 爸 你是不是今天 对陆阿姨做了什么 什么 什么对陆阿姨做了什么 我下午是约他说了会儿话 完了我就走了 你陆阿姨怎么了 没什么 陆傅 也许这些事 是老爸的责任 我一直 不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 恩怨和冲淡 影响到你和家浩的情感 现在看来 很多事情光有良好的愿望 真的是不行 来 爸爸 对你们哥俩 说声对不起 算了 算了 反正我们俩打架 也不是因为你的事 慢点 要控制 到底怎么了 好 在雅秀 做得不开心啊 不行就回来 现在老爸在月华 是有话语权的 爸 你说我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的读书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踏踏实实的工作 还比不上那些 有手好闲的富二代 婆婆 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听那些 一无是处的富二代 对我指手划脚的 我有理想 有抱负 也有能力 我为什么就不能自己 搭产拳脚 你是在怪爸爸 不能像别人的爸爸一样 对你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 对不起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得没错 老爸就是曾经太在意 兄弟情义了 兄弟情义 共苦可以 你见过有几个可以同干的 所以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强食弱肉 古今中外 这是铁律 所以 任何时候 都要把命运的主动权 攥在自己的手里 爸 你打算做什么 没什么 明天可以让你看一场好戏 什么好戏 明天你就知道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我走了啊 别开车啊 好 杨哥 坐 你把儿子 教育得这么好 又会读书 又有志气 这老夫妻啊 别用好听话填火 对了 你可记住啊 一定不能让我儿子见到你 听听话 放心吧 不会的 正晚啊 叫我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你哥们儿 活做得不干净啊 你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 他呀 躺得上了 死猪一样 我爷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他是什么植物人 永远不会醒过来的 放心吧 你确定 确定 希望能这样 梁哥 梁哥 有没有小美的消息啊 梁哥 实不相瞒 当初你让她来找我 合作的时候 我有查过她的底线 她根本就没有离婚 她老公啊 犯了点事 早就藏在国外 说不定现在 她就跟她老公 两个人已经双宿双飞了 剩下你一个人在这儿 担惊受怕 我是看不过眼 来 喝酒 好好 喝酒 喝酒 爸 真的回来了 坐 坐 怎么 你打架了 没有 不小心撞到而已 我说你下一次别这样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和我妈说 我们随便找个人去接你不就得了吗 出租车多方便哪 我还顺路去吃了碗沙茶面 别提多惬意了 你呀 病毒还没好 还去吃那种东西 你到底那么着急出来干嘛呀你 我 不能在医院继续装病了 是时候轮到我出手了 你要干嘛 我要反击 这口气 我无论如何也淹不下去了 我要把损害月华的人 一个一个的都绳之一发 只是我最近 在酒店那边 都没有再见到梁叔叔 所以 就刚刚没多久之前 我特地跑到他们家去找他 我觉得他是不愿意出来 后来只有梁峰他一个人出来 还跟我吵起来了 所以你们就打起来了 这是他打的 这是我和你梁叔叔之间的恩怨 我不希望你和梁峰牵扯进来 梁峰这孩子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已经够可怜的了 你没必要的因为我和他翻脸 忍耐比冲动更需要毅力 我希望你学会包容 老公 你怎么就回来了 不愿了 你可以先披着你出院了吗 看你紧张的样子 其实我根本就没病 没病 我之所以装成冰得很重的样子 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幻梁 在我住院的期间 他会做出什么出根的举动 老公 你和幻梁 是几十年的兄弟 怎么就闹得那么僵啊 唉 他早就不把我当大哥了 这些年他背着我 做了太多出根的举动 只是 我为了顾全大局 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之前就有人跟我透露 是换梁要侵吞玉华 我还不相信 可我这一病 他就急不可耐得挑了出来 老公 老公 你告诉我 幻梁真的有这么大的野心 都是我这些年太相信他了 养活为患 自是恶国呀 如果 再认他这么为所以为 月华 总有一天会被他透空 现在 公司已经到了艰难时刻 是该出售的时候了 我要把他尽早地清理出去 尽快赴儿子上位 我就可以退休了 一切 你就放心吧 聪儿 忙得怎么样了 您脸怎么的 一点小伤没关系的 谢谢您的关心啊 林聪儿 给我过来 现在几点了 五点半宾客就要入场 你现在弄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乱七八糟的 谢总你放心 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五点半之前肯定能完成 林聪儿 这桌子上的杯子 都到哪儿去了 全部摆出来啊 要我一个一个的去教你吗 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就去拿杯子了 站住 我跟你说林聪儿 今天的会场要是有任何纰漏 我拿你是 聪儿 你留在日本就好了 我去拿杯子 不行 不是 刚才谢总说让我来处理的 你放心吧 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也听到了 我会处理好的 你不用担心 再说了 这会场里总得有人来全面地调度啊 不然的话那不都乱成一锅粥了 你 跟我去参与部拿杯子 我去了啊 谢谢啊 走 你一定会去参与地猪 多数就不需要参与否则 我也想不想来 这么多看一下 你太参与了 我还说 nickle 你已经开了 不然还是别把这个参与了 我还没有打倒了 不然呢 谢谢 梁总 欢迎欢迎啊 你好 你好 怎么就您一个人 其他人呢 我们董事长夫人还有些事 我权权代表了 没问题 您这边请 妈 感觉布置得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有点破账浪费了 你们啊 开心最重要 苏儿 今天办得很成功啊 你看 总裁很高兴 真的 这是大家的功劳 团队精神吧 谢谢你跟他帮我 别谦虚了 我爸来了 我爸来了 好吧 好吧 好 今天再见 来了 祝贺二位 您婚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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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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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光临 不好意思 我们路总有病在医院 所以我就带走了 祝你们幸福美满 永逾爱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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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月华酒店 在本地开业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们雅秀 是一家新进的一个酒店 梁副总呢 跟这个陆董事长 是我们业界的老前辈 希望将来有机会 跟你们合作学习 方总这话说的就有点客套了 咱们都是熟人 不妨开门见山 因为我们和陆董事长 一直在谈合作 所以呢我们想这次你来啊 能不能拍板吧 叶曹 怎么了 妈 保安部的人说看到有可疑人 在我们酒店出谋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他是咱们酒店的搬运工人 一个叫朱天的人 然后今天跟主管闹点矛盾 扔下一个狠话说他辞职 然后人就消失了 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人我见过 他可是有案底的 这事我知道 然后呢 朱天跟我大吵了一下 说我们歧视他 然后临走的时候他还要说 说要找坟组里面算账 然后人就不知所遵了 怎么现在才来汇报 因为我们原以为 朱天已经离开了酒店 但是后来有保安看见 他在酒店附近出现过 所以我才意识到 他很有可能再回来这里捣乱 这个朱天现在会去哪里啊 他肯定藏在酒店里 妈 他刚刚说要报复你 我觉得他肯定藏在这儿 伺机报复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他没有理由来伤害我 你们不要太紧张了 这应该就是业内常说的 草原过后遗症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 没事 赶快派人去找 一定要把朱天给我找出 是 好了 没事 大家喝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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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副总 真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警察兄在说 月华和雅秀合作 我有没有决定权 对对对 你能不能拍板 他是代表不了我们月华的 求助有思念的空气 是你哭泣声音很小心 温暖的咖啡屋没人听 他唱的太过勇气 曲折的不知我和你 城市里人从往看不清 冰冷的房间里很安静 谁笑得没有表情 有人唱着不离分 有人忘了他的魂 思念总让人暗自伤身 零点零几分 窗台上有谁的梦 回放着不敢触碰 回放着不敢触碰 终于我看见 哭着思念 的人 有人绑着他的梦 有人吻着他的吻 思念总让你 爱恋爱恨翻滚 零点零几分 结局总会很感人 他会出现在凌晨 终于我看见 笑着思念的人 的人 的人 在我看见 他会出现 我看见 他会出现 正在我看见 我看见 他会出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